小瓦斯是一位年轻的钢琴家 来自一个音乐世家 他自又和姐姐学习钢琴 长大后在钢琴界小有名气 小瓦斯上大学后便离开家里 自己靠教钢琴为生 虽然他教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 年龄也不尽相同 但他却觉得很有乐趣 在德黑兰 四人举办钢琴独走音乐会并不容易 但小瓦斯却想尽办法 时常为他的学生举行一些室内音乐会 来鼓励他们对钢琴的热爱 比起国外 伊朗的钢琴家们水平并不差 但是由于与外界缺乏交流 钢琴发展并不乐观 因此 小瓦斯和他的同行们 大多都要计划 出国去学习深造 斯尔巴斯最大的梦想是 与著名的钢琴家 也是指挥家丹尼尔巴伦波姆 一起合作 一起演奏钢琴曲 凤凰卫视李瑞德克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